- 街舞茶话会朋友就是多耶- 今天来一位新朋友他是有这个芭蕾民族街舞爵士的这个公敌的就是红磊 - 哈喽 - 中间呢依然是老朋友Micky - 没错就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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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话王就是我 - 好那我们今天要聊的是这就是街舞四的第十一集就是半决赛这个融合 - 哎呀这一集真的是我们可以先说一下整体的感受吧 - 峰泪你这不是太精彩了 你知道吗 - 太精彩了 - 对我昨天晚上看了热血沸腾就是有个节目直接看崩过了你知道 - 是吧 - 就是有一个是我记得好像是一个军旅题材 - 你们有感觉吗 - 一伙细说 - 我的整体感觉呢我觉得对就像刚刚雷雷说的热血沸腾 - 对昨晚上也是把我看醒了 - 又有好几个瞬间是把我看全身麻的这种感觉 - 我不知道各位这个屏幕前的这些朋友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 - 就是昨晚上我真的是 - 哎呀就是就是麻 - 然后由中的发自内心的去说一句话就是 - 这一集真的 - 是我觉得 - 从开始看这一集以来最精彩最好看的一集 -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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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先说 - 呃可以听这部是吧 - 嗯他们的搭档是庄婷跟侯瑶 - 这一次录制呢啊我个人也是在现场的啊 - 这了不起呗 - 哈哈哈哈 - 想你表达了 - 这个了不起 - 没有没有哎都是了不起 - 平平无奇的媒体评审而已啊 - 了不起 - 好的那我呃你们来看完这个觉得 - 拼拼的不许跟侯瑶庄婷有什么精妙之处吗 - 他们这个这个作品 - 他们的那种律动感是跟拉丁是比较相吻合的 - 我觉得这个就没有很大的就是要特意的去融合的感觉 - 就是感觉很自然的就感觉出流畅在了一起 - 就是只能说看到黑店不许跟他们两个呢 - 这个配合 - 其实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觉得他们学的还是蛮快的 - 嗯 - 呃一个是身体的协调性 - 特别是脚步上的这个律动 - 可能跟我们街舞的这个感觉还不一样 - 特别还有跨步的一些扭动 - 它跟拉丁里面的这个rock还不一样哦 - 对它是扭动的 - 大家都知道啊 - 就是hiphop - 就是先有了拉丁才有hiphop - 所以我们看到拉丁就是看到了前者 - 就是我们的爸爸 - 叫爸爸 - 跟我叫爸爸 - 也不能叫爸爸吧 - 反正就是有了拉丁才会有hiphop - 大家知道这个点了以后 - 我们再看到我们hiphop的一些元素和感觉 - 你就知道 - 哦原来很多东西 - 很多感觉 - 很多律动 - 是来源于拉丁 - 而有一点点像 - 对 - 特别是跨步的那个部分 - 整体感觉我觉得 - 没什么可说了吧 - 就是这个服装我觉得不够绚丽 - 对但是我觉得它的服装还可以哦 - 对还蛮绚的蛮亮的 - 不是因为它是黑白配嘛 - 它就会让你感觉那个高度你知道吗 - 那种时装周固都黑白的嘛 - 那种大型的 - 可能是高冷的这种 - 对对对对 - 它不是那种五颜六色花彩的那种感觉 - 我可能喜欢五颜六色的感觉就 - 可能是我自己的 - 你还年轻 - 可能是我自己的感官吧 - 其实侯瑶庄婷是这就街舞的老朋友了 - 基本上也来了好多次了嘛 - 两个人站上来 - 他其实确实是拔裙的 - 那在排练的时候 Hindy Pooch就表示出了这种敬仰 - 哇他们看起来好漂亮好帅 - 好有气质 - 我们显得有点弱 - 这个其实也是传统五种 - 特别是国标和街舞的一个很鲜明的对比 - 就是国标舞者就是那种非常挺伐的 - 这种 - 然后街舞的时候就 - 也就那种 - 表情也会比较丰富他们 - 然后这个作品其实现场看 - 跟看视频差别不大 - 就是气氛特别好 - 这个是很好的 - 前半段他一开始起来是 - 就是非常简单的音乐嘛 - 然后两组人分别做了一些表演 - 我最喜欢的其实是他们的刚 - 从你说的就是脚步的一些配合 - 就是拉挺的一些动作 - 它其实跟拉丁的一些动作 - 它的步法上是很像的 - 那他们两个各跳各的 - 并且做了一点点的中和之后 - 放上来看是很协调的 - 这点是特别好的 - 其次就是后半段的这首歌 - 是我 - 从开始跳Lucky跳Popping - 最开始就很醒了一首老歌 - 整体的氛围是非常非常有那种 - 复古disco的感觉的 - 就是 - 这时候就缺一个discoball - 掉中间 - 然后大家就 -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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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在那种party里面的感觉特别好 - 我觉得这个 - 是 - 呃 - 让我最开心的一个点 - 就是 - 有看到了18年代的那种 - 呃 - 最老的那种disco - 啊 - 不管你是跳拉丁的 - 还是跳Lucky的 - 还是跳别的舞种的 - 就大家一起玩 - 一起在这个舞池里面 - 还 - 这个是最舒服的一点 - 拉丁Lucky的一家人 - 诶 - 哎 - 啊 - 这湖南海南一家人 - 什么乱七八糟的 - 好的 - 录一句啊 - 啊 - 我们这个 - 说第二个作品 - 第二个作品就是ac - 跟ibuki啊 - 大胆是李孟举跟余雪娇 - 哇 - 哇 - 让我觉得是就是感觉好像 - 他没有把那种就是我们街舞的 - 还有就是真正的动牛的就是融得很舒服的感觉 - 嗯 - 就是感觉每个个体还是树立在两头 - 嗯 - 是这种感觉 - 就是他们有时候跳Waking - 有时候跳动牛 - 嗯 - 对你没有让他觉得是两种文化的融合 - 我不这么认为 - 哈哈哈 - 经反过 - 我很喜欢这个舞 - 虽然看到ibuki有那么那个番的那个地方有食物啊 - 啊 - 哇 - 然后 - 其实我 - 看到了更多是 - 这个舞台的整体的一个观感 - 就像张艺芯说的一样 - 张艺芯就说哇 - 这个舞台贵 - 啊 - 一个是烟花 - 啊 - 然后后面的背景 - 然后他们的服装 - 然后他们的服装 - 所以为什么我说 - 刚刚就可能黑店部曲他们的服装 - 没有这么炫 - 嗯 - 我可能会更相对喜欢 - 一个是从服装上 - 我比较喜欢他们这种感觉 -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两个人的默契 - 就是我看到AC跟ibuki的默契 - 以及跟到那个雪胶跟 - 李梦菊 - 啊李梦菊 - 他们两个人的那种感觉是 - 怎么讲呢 - 我觉得还是蛮融洽的一种状态 - 然后音乐的快慢 - 转换 - 然后还有技巧 - 特别是一部皮翻 - 被丢起来翻那一下 - 因为我可能认为一个作品里面 - 有一些技术成分比较高的一些动作 - 还是能拿很多分数的 - 毕竟这是一个比赛 - 那我从比赛的角度上 - 我还是希望就是能看到一个是正常的一个舞蹈的 - 两个文化的交流的同时 - 还有一些技术性的一些表达 - 还有一个每个五种单个拿出来自己的一些展示 - 然后对我是还蛮喜欢 - 因为我觉得我第一次看到AC穿这么正的那种动流的 - 动流式的那种衣服 - 我觉得好帅啊 - 确实有点帅 - 所以就是当下就有那种 - 速冉起劲的感觉 - 可能跟 - 速冉起劲 - 也没有这么严重 - 没有热血一下起来 - 但我是直接是看到他们在进步的同时的一些默契 - 还有他们在中间交流 - 就那种眼神 - 一部剧跟AC的眼神交流 - 我觉得在这一刹那就感觉到他们是融进这个舞蹈里 - 看节目看视频的话 - 更能感觉到他们的之间的交流 - 因为你现场看其实你 - 看不太清楚他们的这种眼神交流 -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作品 - 就是可能 - 他真正融合是在人与人的融合吧 - 就是舞者之间其实已经达到了一种默契 - 但是大家对于这个五种融合 - 其实各自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吧 - 对我们以前也说过这个事情 - 就是到底是说我们把两个五种拼在一起 - 让他做一个就是动作上的一个 - 叠加或者是一个碰撞变成一种新的动作 - 就把气质合在一起 - 还是说你跳我的我跳你的 - 还是说你把你的拿出来 - 我把我拿出来拼在一起 - 做一个在排列组合上的融合 - 就是很多种方式 - 那至于那种最好 - 其实各有各的想法 - 但是就这个作品 - 跟刚才作品来对比的话 - 其实就是发现两组的作品的理念 - 就不太一样 - 在我看来其实我对这个作品 - 看完之后会没有什么印象 - 我会有这么一个问题 - 就是它整体感觉很华丽 - 然后很炫 - 就基本上看完就 - 然后就是抛局 - 就记得这三个地方 - 没有什么别的印象 - 对对不起 - AC我对不起 - 但是确实是这个作品整体看起来 - 会有一点没重点 - 我觉得就只有这个问题 - 就是好像华尔布什 - 也不是华尔布什 - 这个有点重 - 话有点正 - 我要求道理 - 对就是 - 我现在回想起来 - 因为我看了从包现场 - 昨天晚上看一遍 - 刚才又看一遍 - 我现在印象最深的 - 再加一个就是 - 尼布奇跟李梦菊 - 两个人的这个 - 就是一对一斗牛 - 这个我觉得是 - 就画面感是有的 - 但总而言之 - 我是觉得还是 - 没有达 - 也是确实没有达到我的期待 - 是吧 - 感觉差一点东西 - 其实第一组也是 - 有一点缺点的 - 因为我看第一组 - 在后半段音乐起的时候 - 没起来 - 他们的舞蹈 - 其实没有完全起来 - 特别是装瓶子 - 有些动作 - 还有点小失误 - 就是跳的不是很到位 - 但是 - 当时现场投票的时候 - 可能你感觉是 - 我可能会更倾向一点 - 就是 - 所以当时 - 其实我也是两边 - 我应该是兜头了吧 - 所以当时的分数 - 还蛮接近 - 很接近 - 很接近 - 很接近 - 反正很接近 - 其实我 - 我发现从 - 这就是第一季到现在 - 这个拉丁 - 这个国标融合街舞 - 它的总体分数 - 都不会特别高 - 我觉得好像 - 一般的大众 - 或者是说街舞舞者 - 对于国标舞 - 这个感觉好像会稍微弱一些 - 会有这个问题 - 你说融合吗 - 对就是看融合作品吧 - 就一直以来的这种 - 好像都不是很高 - 而且我总觉得融合出来的东西 - 好像都没有达到一个 - 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 - 不像其他舞种 - 这么的出产 - 对 - 我觉得应该是国标 - 它自己这个舞种的本身 - 它就已经很独特了 - 它自己的人员 - 就像我们街舞一样 - 都很硬的一帮人 - 所以的话感觉两棒 - 撞在一起的话 - 会互相抢风格的感觉一样 - 就是都很冲 - 但它不像一些民族舞 - 当代舞它可以我揉我上 - 然后就像那样叠加起来 - 它这个可能是有关系的 - 我是觉得国标有一部分 - 确实很像街舞的Locking - 就是它的元素其实相对固定 - 它的姿态其实相对固定 - 它不像民族或者是说 - 现代舞当代舞这种 - 它可能它动作是可以改的 - 而且它可以用些配合动作 - 去来编排 - 国标的配合动作 - 我暂时没有想到很适合 - 做这种拼接的 - 跟街舞能够完美去融合的 - 好像也不多 - 也欢迎大家多交流 - 我觉得应该多尝试吧 - 但是总体来说 - 作品是可以打到80分以上的 - 还是可以的 - 可圈可点 - 下一组是 - 到了现代舞当代舞 - 现场其实是爆了一下的 - 这一次是三组 - 选两组三进二 - 第一组我们聊一下春林十一 - 它的搭档是伊丽凡 - 好帅啊 - 哇哦 - 超棒 - 这是我特别想说的 - 情歌这些嘉宾的男嘉宾都好帅啊 - 你不觉得伊丽凡 - 伊丽凡长得像何嘉靖吗 - 就是这个给我的就是点特别高 - 因为它的主要是它比较饱满嘛 - 它真的是很饱满的 - 因为它有故事的情节 - 再去铺垫 - 然后才去做起来这个作品 - 因为我有可能想过 - 它当这个作品出来的时候 - 因为是军礼题材 - 因为我从小我们是学民族民间舞的 - 我们看了很多无数的作品 - 也会有这样子的 - 以前都是看一些军艺的这样的题材 - 我没想到它最后的结尾 - 是跳出我的意外的 - 对 - 因为我感觉 - 结尾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 但是它给我高度的惊喜 - 嗯 - 所以把这个作品的感觉有升华了一点 - 它其实结尾开始他们又演 - 你会觉得说是不是没有牺牲 - 是吧 - 或者是怎么样的 - 对对对对 - 奇怪了一下 - 后来看 - 务视人肺这种感觉 - 哇 - 她居然把你叫出来说 - 那个男孩还演得蛮好的吗 - 你们俩人怎么回事 - 找我照干嘛 - 对对对 - 撞错人了 - 这种感觉 - 哇 - 厉害 - 而且最后春琳她其实一直在戏里面 - 她最后 - 手一直在抖 - 她的那个 - 妈说现在我记不跟他要起来了 - 对 - 去空桥睡着 - 有点凉了 - 海南现在前期还是有点凉了 - 是这样就是最后采访的时候 - 春琳都在哭 - 她自己的那个情绪受不住 - 她都在这个角色里 - 她都在这个角色里 - 那Miki呢 - 感觉 - 我其实是猜到最后的结尾是什么样子的 - 但我觉得我个人会更喜欢伊丽凡老师的那个技巧 - 上来翻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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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下 - 而且他们的腿都崩得特别直 - 我觉得这就是科班生他们的优势 - 形体美 - 形体美 - 太帅 - 从小都是这么帅 - 旁边所有的这些伴舞的老师也很牛 - 她们的有一个一起下地的那个感觉 - 我觉得一个是整齐 - 就整齐划一军旅的这个题材特别好 - 因为以前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题材的作品 - 这是应该是第一次有这样的题材作品 - 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 - 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去感受 - 我们现在这么安定的生活 - 都是前辈用鲜学用生命来出来的 - 塑造现在的一个美好的生活 - 前人再出后人程度 - 对真的是这种感觉 - 这种题材我是觉得应该要多去宣传和去推广 - 让更多现在的年轻人和孩子们 - 以前可能小时候我们都不懂 - 为什么要看这种作品 - 和学习这种作品 - 和观赏这种作品 - 或者是觉得现在的生活是理所当然的 - 对 - 所以我们还是要去真正去找到我们国家的历史 - 去看我们以前的这些前辈是怎么样去为国家去奉献自己生命的这种精神 - 就我是觉得真的很值得我们现在年轻人去学习 - 一个是这方面 -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舞蹈 - 包括中间有一段十一跟春林有一段swag这些脚步 - 很帅 - 结合的很好 - 我蛮喜欢这个作品 - 就蛮特别的 - 这个作品它的表演是很聪明的 - 为什么这么说呢 - 就是它前面做的这个表演 - 节奏是很舒服的 - 两个人他们三个人一起互动很有爱 - 他们最后做了一个首尾呼应 - 做了一个这个callback - 就是按照这个行话来讲是callback - 他很聪明没有把这个完整的演完 - 你们注意到没有 - 就是他们等于是一共有三段互动 - 他们最后的结尾直接两段 - 就直接到后面去找人了 - 很简洁 - 然后让观众还没有反应过来 - 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做了这个反转 - 对很聪明 - 我觉得这个舞蹈 - 这个作品的舞蹈部分 - 其实有一点点弱于表演 - 它的表演会 - 会多一些 - 会大于舞蹈 - 因为包括它中间会有这个 - 这个枪战和一些 - 就是在战场的一些表演吧 - 整体来看 - 大家会更对这个表演印象更深 - 最后会记得这个故事 - 会被进故事打洞 - 虽然说 - 虽然说 -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作品 - 虽然是故事大于的 - 表演大于了这个舞蹈 - 但是整体看下来是 - 会让人觉得 - 不错的 - 会有这个会有一些感动的 - 因为情节确实是到了 - 然后表演也在线了 - 每一个人三个人三个主要角色 - 都进去了 - 现在看大家都发出了这种惊叹吧 - 就是我们看节目 - 也看到有的女的这个观众都哭了 - 确实是很打动人 - 我们现在说第二个作品 - 杨凯夜吟苏鹏 - 这个作品 - 哇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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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呼呼呼呼 - 耶 - 其实一开始第一个镜头 - 这个5美灯光配合是超级好的 - 你们注意看 扭三个人做三个脚吧 三个脚之后 那个灯光是一个 算是一个轮廓光啊 打下来之后呢 苏鹏老师本来就是个大一勾 比跟你一样啊 这个光打脸上就是 特别像教父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教父的感觉 呜一下子就进去那个角色了 然后三个人纹丝不动 叶仪是那种很酷的很拽的 这样踩着那个桌子嘛 就很帅 然后这个舞蹈 真的看现场看完就觉得 哇这太强了吧 就是那种感觉 一下子把前三个看过的作品 全部都改掉 好可怕 然后你想一下他首先就是 呃在里面做了非常有张力的 个人的部分 对一开始出来 噔噔噔 每个人都是那种特别帅 然后每个动作都让你觉得哇 超就是一浪动一浪高 对吧 你先出 你更强 然后你更强这种感觉 然后三个人一出来 直接把这舞台给炸掉了 太强了 很多人就说说涅仪 涅仪是长大了啊 由男孩变成男人 哇 那种充满了阳刚魅力啊 真的是 啊其实就是从中间 苏鹏老师的那个衣服被 拉开撕开以后 我觉得那个情绪就往上 再往上走了 就一直在 他们两个 但是杨凯也是一服 然后 杨凯就不要说这个太好笑了 就是这全场最大的笑点 我看本来就觉得很激动 看杨凯 暴衣 叫旺仔暴衣 啊 怎么想的 就是可以把那个每个人的内心的那种挣扎 就很淋漓尽致的去体现出来 对啊 他们两三个人的纠葛 对就是我觉得哎这个故事还有那个桌子上来 对 一个是桌子还有一个就是背景 我特别想说是背景那个大卫的那个 那个眼睛一出来 这支舞一开始一定有故事 嗯 就让你去思考 因为大卫的那个雕像就是一个半裸的雕像 对 那这就是一种孕意就是他们在 要脱了 要脱了 还有最后这个桌子被拉起来 哇我觉得夜夜从上面掉下来那种感觉 真的好像是掉在上面一样 嗯 然后就是我觉得那堵墙设计的特别的完美 对他其实给我感觉更像是一个悬崖 就是对对对对 就是你这个桌子一竖起来啊 他们一表演就会觉得哦 原来是这样会突然间有这样的感觉 还有很佩服最后那那树光打上来 然后移过去那个人继续留在那里的感觉 哇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光在走 然后你再回来看那人就已经是黑了 就是给你一个很完整的那个故事性 你就觉得啊人内心挣扎最后还是就是 就是被被这种黑暗的这种什么一种想法吧 然后就慢慢慢慢掩盖住淹没掉 其实我是觉得这样的编排是很聪明的 因为他的这个故事其实是可以让你自己解读 他都是在里面的就像我的话 我是觉得说可能这是三个呃 比如说可能是这个黑道的或者是这个这个厉害的角色 他们三个人的一种争执争执一种打斗最后升级到了这个生死相搏 然后最后可能呃三个人他有个电影画面在悬崖上进行最后的搏斗 然后有人掉他去了就死掉了 这种感觉就也是可以就是你自己可以去发散的想象力 因为最后可以看到叶银他那个那个表情掉在上面还是真的 我觉得那真的是本色的好帅啊 因为可能叶银大家看到的都是比较开心的 但是他没有看过叶银的另外一个面 那个就是叶银那个面我觉得我第一次看到他这种感觉我觉得叶银你真的是在成长成长 然后你可以把你的不同的面向更多的人去看到和了解 其实这个作品的高度真的还是蛮高的 他那个道具一摆出来 然后就会让我想到我以前的时候看 呃国外那个CLC You Can Dance的节目 里面有很多的很多的现代舞的编法也是这样子编的 桌子系很多 对桌子什么什么都很多 然后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然后我自己的理解吧 就是我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是觉得这三个 其实是一个人 我觉得他们是一种人 也就是一个人 但是里面有三种性格 对 一个黑暗一个善良一个是理性的自己 然后就是不停的再去纠葛去打斗去争银 我觉得确实还是蛮精彩的 那感觉好像梁凯应该是善良吧 因为讲的这么 叶银就是邪恶的那一边 道具其实真的加分很多 对其实桌子系很多我们看过很多次 但是这个桌子系他把这个桌子 道具利用到了立体的层面 完整的能够运用到这个桌子所有面 对很聪明这个我确实没有见过 而且桌子不会晃哦 因为他很重很重 但是你觉得很重他又能抬起来 刚刚好其实就是 哇哦 而这个东西还是不是基确实实熟虑的 这个是一种正好是碰碰巧 因为他们给道具主题要求说 我们要这个道具桌子能够站着下三个人 然后他不会塌 好道具给他做了一个很实心的一个桌子 所以他才可以最后能被他们 哦我们还可以这么玩 就反倒变成了一个 就是他想到了这个道具 道具又让他们想到新的点子 是的 哇我觉得这个太厉害了 很聪明 对 太聪明了 其实如果说一开始他们就想到 我说我这个道具要两用的 我要站上面又把它立起来 这样的编排 反倒让人觉得说可以理解 对吧 也不是那么的惊讶 但是他这么允许说的话 你会觉得是在编排中去挖掘更新的创意 太了不起了 当然了我们现场看的时候 我们投票也并不知道这些 就单做这个作品而言 他的创意度 他的舞蹈的 他的张力 各方面已经到达了一个 大家都觉得非常高的高度 你不会觉得他有什么不协调的 都会不不融合的感觉 每个人都会把自己擅长的 发挥的 的五种和技术都达到了一个极致 还有一段就是叶映跟苏鹏 就两个人靠到这里 然后然后杨凯再 再拉回来 再开跳 那个空白的一个地方 杨凯其实运用了好 其实我感觉还有一个就是他们音乐 其实结合的还是蛮不错的 每个人把音乐的这些点的层次 都体现的特别的适当 我可以用这句话来去形容这个舞蹈 就是对的时间碰到对的人 做了一件对的事 然后碰撞出来了一个非常让人意外的一个好作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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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